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报告 进来 围攻昌夜的成军 增援已经到位 另外 慕容臣的东路也加强火力 昌夜是一连渗的大本营啊 慕容臣肯定会全力猛攻 成军援军虽然到了 可是他们之前后勤补给 已经被我们切断了 只要再坚守两日 他们要么强攻 要么只能撤走部分兵力 看来今天 是必有一场恶战了 大事请放心 弹药我已经补给冲锁 就算慕容辰他亲自带领 打到昌夜城下 也绝对不会 扰他轻易过关 命令李市长 派三十九旅 从西边攻击 是 你们来看 这个位置和这里 是慕容辰 马上就要发起进攻的点 我们只要先下手围墙 在这个位置 直接切入 你们觉得如何 如果从这儿 切出一条道路的话 我们就能多出一条后路 这样的话 战局可能 就对我方更有利一些 怎么都不说话了 你们一个个都哑巴了 是不是 昌夜 昌夜 抬起头说话 昌夜一连攻了五天了 没有一连肾 你们都打不下来吗 一连肾不在 可是一手成 军令状是怎么立的 五天之内攻击昌夜 为令者 为令者怎么办 说 为令者杀无赦 记得把这些弹药放起来 放好了 潘副官 你怎么来找人 有没有蓝坡的消息 锦桑 这地方你不该来 你到底知不知道 有他的消息 六爷一定会告诉你的 你放心 六爷已经派 天文会的兄弟去打听了 而且在西北 天文会也是有关系的 一定会打听出来的 好 多谢了 这是你第一次 为了他向我道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父亲 父亲 您醒着呢 天凉了 我和大哥商量 给您添件衣服 您等一下 我现在叫裁缝过来 这裁缝说来也奇怪 他说不用凉 看一下便知道您的身凉 好 进来吧 是我骗了你 我离开你 是因为你突然说要娶我 我很害怕 我们相识了几十年 你从没有对我说过那样的话 你大婚的时候 正值牡丹出展 大夫人又喜欢艳丽 傲裙上绣了网红牡丹 二夫人 二夫人只喜欢团缝 不要杂纹 可那年太过严热 就用了脖死 你说三夫人 娘家姓云 特意要我在织锦段上 绣了祥云暗闻 四夫人不喜欢满眼大红 我就夹了黑底鞋巾 绣上金色双细 五夫人取自江北 我便绣了浪纹 一玉永江 六夫人过门的时候 西风盛行 不愿用凤冠霞 别用了白纱 我给你做了一套又一套的衣服 你的每一个新娘衣服都是我做的 我不敢想象 我给自己做嫁衣的时候 会是什么心情 更不敢想象 那衣服穿在我身上的时候 是什么情形 我们将来怎么相处 会变成什么样 很多人都奇怪 你年轻的时候性情暴力 职场圣杀 这么多年下来 就连你最亲最近的妻妾和孩子 都怕你 我一个裁缝 为什么不怕 你不觉得奇怪吗 只因为我和他们不同 他们怕的其实从来都不是你 他们怕的是你身上穿的官服 官越大他们就越怕 但我永远记得 你穿着粗布衣裳 第一次让我做衣服时的那个你 那个才是真正的你 对不起 进来之前 我已经和大少爷还有三少奶奶 商量过了 服务员已经水深火热 实在不适合你情要 这些 是当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穿的那身衣服 我做了件一模一样的 如果你肯穿 我就带你走 如果你愿意 你就动一下你的手机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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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走 带进去 是 最近战时吃紧 虽然家里储备的蔬菜不少 但还是受了一些影响 这餐饭照比以前 诉了许多 三妹又怀有身孕 真是委屈你了 我最近本来就没有什么胃口 也吃不下 但是小荣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刘叔说 刚刚截获了敌军的一支运输队 收获不少 还派人送回来一些牛肉 等我让厨房做好之后 给三妹和各位姨娘房里 送过去一些 还是先紧着孩子吧 瞧你说的 你肚子里不也怀着孩子呢吗 对了 三妹 有一件事情还得麻烦你 等你得空了 去整理一下燕云的东西 免得二弟回来之后 见不到燕云的衣物 大哥 二哥还会回来吗 不管有多难 我们都要相信三弟 那兰坡还会回来吗 现在还没有消息 但 这就是好消息 来 吃饭 你终究还是产致飞了 你终究还是产致飞了 你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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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 手卷没有了 你大发雷天 连你如母张妈都被潜到乡下去了 我爸 你跑啊 我那个时候就下定决心 绝不将这条手券还给你 我确实是个贼 可怜的是 我却脱不去你的血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秦桑 秦桑滴绿汁 我叫一连卡 给你糖吃 谢谢 谢谢 秦桑滴绿汁 我家虎子的衣服补好了吗 补好了 等一下 我很快就回来 秦桑滴绿汁 我家虎子的衣服补好了吗 我慢给我 你现在要招开 你会把血压放到这里 竹子的衣服 我家虎子的衣服 我家虎子的衣服 你不得到 你得到 你不能快乐 你不得到 大帅 今天傍晚之前 出征部队即可全部离开府院 先前部队 一定要在天黑之前 在江畔铸掌 选在永江江畔 与慕容辰对决 大帅是担心 炮火会连累到江左百姓吗 白骨落鱼也 千里无鸡鸣 不管这场战役胜负如何 前连最苦的还是老百姓啊 上车 接受 等一下 下 不议 走开 看什么 拦住他 廖叔 我要跟你一起上火车 三少夫人 真是好大的架子 平时知书达理 没想到出了门 就想脱江的野马 如果今天不是我亲眼所见 我还以为我看错人了 福苑城现在已经变得 水深火热了 三少夫人干什么呀 送三少夫人回去 请 别碰我 六叔 我要去见兰坡 这里没有六叔 我这带着弟兄们 是要去镇寒馆打仗 你在这儿添什么乱子 我 再说了 就算你见到兰坡 又不知道你会生出什么样的荒唐 现在是大局之战 你们这样来 就会干扰战事 赶紧给我回去 再不回去的话 小心我军阀从事 是 当日我去知山 拦我的是江左文胆范先生 如今我去镇寒关 拦我的是江左武胆易六言 我秦桑何德何能 只不过 当日我是心如紫灰 可如今我是心急如焚 六叔 我是兰坡的妻子 我就要与她同辱同名 同生同死 三少夫人的伶牙俐齿 我在雍南的时候 已经领教了 好一个同辱同命 但是你想过没有 你一旦上了这趟车 十有八九 就会跟你肚子里的孩子 命丧黄泉 我告诉你 但凡上了战场的战士 他们就没打算活着回来 你难道就不怕吗 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是否是否 我秦桑自己担着 六叔 如果你不让我上车 我就带着我的孩子 嫌疑不去黄泉路上等他 三少奶奶身体不方便 一路之商 细心照顾 她如何 主席 一路之скую 一路之 rails 珍池 屋里存在 进来 三少夫人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包厢休息 跑到这里来干吗 身子不方便 更应该好好休息才是 多谢六叔让我上车 枪炮无言 还请六叔多保重 我就是来谢谢六叔的 不打热二位了 好 等等 有件事情我现在想告诉你 简直 你去打湖水去 三少夫人 请 这件事情说起来还是我对不起你 你可知道当年的立望平 为什么会失信于你 还是那句话吧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这件事情实际说起来都是我的错 当年我为了逃避成军的追赶 来到了昌夜 当时又中了扶军的埋伏 潘剑池貌似把这个事情通知了我 当时为了救我的命 后来没办法 我拉着潘剑池 就一直走了 人各有志 过去的 就让他过去吧 只是 只是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你 你 潘剑池 不是个负心之人 说不说 说不说 说 一脸看 你有能力解知神之为 你有本事从天盟会的大楼里 跑出来 现在有单枪匹马 跑到这镇寒关来 你这么神通广大 可为什么偏偏没有保住燕云墓子 二哥 没有保住二嫂 是我的错 我没有想到二嫂 会自杀 可能真像她说的那样 不愿再被人利用 不愿再做江座棋牌上的一枚棋子 你跟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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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我跟二嫂 真的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那为什么 为什么整个江座的人都认为 这燕云肚子里的孩子 是你一脸看的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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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叔 坐 你这趟出来 连个端茶倒水的老妈子都没带 我怕你在家里舒服惯了 出来有很多的不适应 所以啊 我过来看看你 走得急 也不想带个人去送死 这些年哪 因为自己太过于直说了 亲手做下了很多的措施 人生啊 其实就是一次一次的选择 这些选择呢 唯独没有回头路 你既然决定往前走 就不要再回头了 我也没有回头路可选 是 报告 大帅 就快到请线了 停车 是 秦桑 前面已经到了交战区了 听六叔的一句话 还是下车吧 好 潘先生保重 少夫人务必保重 此生能与你相知相见 乃是最不悔之事 无论将来事实如何 却也算知道 却也算知道 我走了 三少夫人 三少夫人一人被杀 路上本来就极度危险 但是我想 如果有潘副馆一路相随的话 一路上还能有个诏语 六爷 刚才您还说时间不能倒流 人生不能走回头路 当初是我自己选择天王后 选择新世界 就算失去再多 我也不会后悔 兵荒马乱的 我身边不缺你一个 我这身本事是您教我的 如今已经无以为报 我只希望跟六爷 走到最后一刻 不行 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是应该好好活下去的 去保护秦桑吧 这是命令 走 走 可不可 一会儿就等 坚持下 走 怎么了 是不是肚子又疼 你还能走吗 再坚持一会儿 还有三公里就到了 好吗 我扶持你走 来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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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休息 明昏玉传来口心 明天我们一早出发 谢谢 不客气 秦桑 你心里有没有想过最坏的打算 我想过 不管他死活我都要带他回家 他还好吗 受了些皮肉之苦 二哥对他用刑了 大概是因为燕芸的事情吧 我这次来 就是想要把真相跟二哥说清楚 秦桑 真相真的这么重要吗 有时候真相比我们想象中更加脆弱 听我的 趁现在还没有见到一连身 回去吧 我不会回去的 我一定要见到一连侃 要么就一起回去 要么就一起留下 你们两个还真是天生一对 连性格都是一样的 我倒是可以让你见到一连身 不过要在三个时辰之后 至于能不能见到一连侃 不过来 我就不知道了 我还真想不到 你能保护自己心爱的人 去见秦帝 还能看着他 在这条不归路上 不知道芈小姐这话 是什么意思 当年宋太祖千里送金粮 一棒打的天下四十周接信赵 我想他只希望你从此以后 能够忘却男女之情 全力投身大义 都愧了梁先生 都愧了梁先生 若不送他这一程 我就永远回不到过去 秦桑选择自己的路 义无反顾 他比我成熟 他们有他们的路 我们也有我们的路 等你唱完这出 千里送金粮 就该以剑光寒四十周 只有这样 才不辜负易柳爷的希望 易柳爷 已经出兵和慕容决战 如果他战败的话 如今李重年兵困浮远 慕容辰挥师西北 大家都克不容缓 梁先生 梁先生 看起来这个天 又要变 怎么 堂堂一家的三少奶奶 跑到这镇寒关来 看我 还带了礼物 二哥 我这次来 是想以兰婆妻子的身份证明 二嫂的死 跟兰婆没有关系 二嫂跟兰婆也绝对是清清白白 绝无任何瓜可 干什么 你们所有人都觉得我一连身是傻子是吗 你隆身份证明 刘云喜欢老三 父亲喜欢老三 就连老范 对老三也是宠爱有加 我堂堂一家二少爷 只不过是孤魂业鬼罢了 我拼了命地离开复苑 拼了命地跑到这震撼关 可你们呢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来跑过来提醒我 告诉我 我一连善是个天底下 最大的傻子是吗 二哥是兄长 如果蓝婆有什么 做得不对的地方 我替他向你道歉 其实二哥 现在父亲还大病未愈 服远的战况又是这样乱 这个时候兄弟西强 对你们没有任何好处 老三个燕云的事情 铁证如山 整个枪左的百姓都不知道 燕云肚子里的孩子是老三的 你说 我能怎么样 我倒是想问二哥 你当初走的时候 你当初走的时候 为什么不带着二嫂一起走 如果你要带着二嫂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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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根本就不会死 三弟没见笑了 三弟没见笑了 你不是不知道 燕云的心里装的人是老三 这肚子里装的孩子 也是老三的 即便我强行带她走 我能怎么样 这些话 你可以对我说 可以对兰婆说 可以对全天下的人说 但是你敢对二嫂说吗 这是二嫂的遗骨 我千里迢迢给你带过来的 一连生我告诉你 范燕云她是为你而死的 你要是觉得温馨无愧 就把刚才说的那些混账话 对着二嫂再说一遍 你给我说我 能不能够 'de他 你要是抱着你 你不怎么办 我救死你 你 spoilers 你住在一等一等的 你不在我 我不在一等的 你喝了 你喝了 我你们在那边 我喝了 你喝了 三弟妹 你跑来这寒冠 是想见蓝婆对吧 但是对不起 罗三 已经被我一枪打死了 怎么样 怎么样 这种失去至亲之痛 感受到了吗 不忍你的心疼 报告律长 什么事 一连开跑了 跑了 怎么回事 明侯玉球走的 灵小姐 这是旅长守令 放了一连砍 这个有点为难 难道要旅长亲自来吗 把门打开 是 把人放了 把腿我解开 是 箭小子 別 别 怪不得 怪不得 發抄 把枪 巨 bind 灵的小鬼 hatten 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要离开这儿了 不忍心看你死 也会将走吧 那里才是你的天下 那你呢 我要去找江双喜 江双喜 我明白了 之所以你带二哥来西北 是因为李重年想拿二哥当跳板 能让你接近江双喜 江双喜听说一连慎带来江左最美的女人 他很想见见我 可是江双喜好色残暴 你去了就相当于往火坑里跳 你明白吗 你根本就不用为了李重年去哪儿的 那你带我走啊 你带我走我哪儿也不去 你不会 因为你有秦桑 你说香双喜那儿是个火坑 但其实对于我而言 这世界本身就是个火坑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 就已经掉进这个火坑里了 你听说过一个说法吗 小鸟出生的时候 第一眼看见谁 就会把谁认作妈妈 我觉得人也是一样的 第一眼见到的人 就注定了我们的命运 就像我和李重年 你和秦桑 这都是我们逃不出的命运